大家好,欢迎回到《军武器言》 这一节想跟大家讲一下,就是中国与加拿大这次有军机互相指责的情况出现 我们计算中国与加拿大以前,就着大家都是固定翼,包括中国的战机和加拿大的侦察机 就叫做飞得很近的情况之下,这次轮到直升机出事 加拿大一架直升机CH148,在中国沿海附近进行正常侦察任务的情况 比中国战机两度非常近的距离接近,甚至一次近到30米 当然,听上去就说,平时我们说的是3米,两架固定飞机3米的距离更近 但是大家不要少看直升机,它本身的飞行状况和固定翼的飞机不同 因为它的气流和喘流对直升机的影响很大 所以我们常说的Wake Turbulence,那些喘流 其实对直升机的影响会比固定翼的飞机更大 所以直升机要保持它们的稳定飞行,比一般固定飞机来说是不简单的 所以今次,这也是加拿大一个很严不正的警告和中国发出 但当然,中间里面,中国亦提出 加拿大这个飞行,亦是严重影响侵害了中国的主权 尤其是领空领海的主权的情况 所以这就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情况之下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 好,我们来说,整件事看上去就好像是军机互相可能有擦枪走火 可能会碰撞风险出现 但其实暗瓦底又是另一个我们说的较量 就是军事技术含量的较量 尤其是我们说到在水面和水底 其实仍然是有些看到或者看不到的空险的东西又出现了 即是说到跟中国的水下力量会很有关系 所以为何中国今次拼命,甚至乎真的会出现外交事件 他都不惜一切,要拘离 无论是加拿大,美国,澳洲,日本 所有外国势力的船隻在南海领域里面 因为中国应该是有船隻在附近执行任务 这个正正是原因,无论是小事化大或怎样都好 他都一定要将外国的船隻驱离是有原因的 这个我们今天会和大家讨论一下 这个潜藏住的危险究竟是什么 而这个危险如果一天不解决 中国在南海和台海都没有订期 一旦解决了这个危险 便会令到美国或盟友 例如日本、澳洲、甚至乎台湾都会相当担心问题 所以今天会和大家讲清楚 开始之前,大家记得帮忙给点赞 也记得免费订阅我们的频道 多谢大家 首先我们由加拿大 这艘胡维南 当中的直升机 在中国海域附近执行任务时出事 今次受到中国战机签设得粗暴的拦截 我们首先先说回这艘埃太华的护卫艦 他就来了台海、南海这一边做任务 其实也是刚刚11月1日的时间 跟了美国另外一艘驱逐艦 神总驱逐艦 穿越了台湾海峡 这个对中国来说会有个关注 东部战区包括海军、空军 都有派出资产 对他们的紧踪、境界等等的情况 但正正就是再早点的情况 原来也是曾经出事 现在就拿出来说 正正在11月1日 穿越台湾海峡之前 在10月29日 加拿大海军说 当时加拿大的南载直升机 进行任务时 被殲-11在南海上空危险拦截 当时我们说加拿大 似乎在追踪一艘潜艇 突然间有架 占10月1日发霉 冲了来 冲了来之后 以一个非常近距离 大概不够100公尺的附近 开始拦截这架直升机 对于这件事 对直升机的风险很大 因为直升机很多时 它要保持着附近的气流的稳定 才能够令直升机有足够的升力 它们的升力很容易 会受到附近的气流的情况破坏 所以如果 战机制造附近的喘流 会维护着气流的稳定 以及对直升机的升力 产生很大的风险 甚至乎我们说到 解放军的殲-11 两次拦截 最近进入了大概30米附近 所以气流对直升机的影响 应该是颇为大 上次我们说 加拿大的其他机器 如果前面有喘流 就算固定的机器也会摇一摇 何况直升机的颠破 可能会更大 也不奇怪 今次的殲-11 直到出动到 Flares 这个照明弹作出这个拦截 Flares 我们看下去 就相当精彩 一系列的火光 就会放出来 很多时候 大家看到这些Flares 在电影都会常见的 就是 一些战机如果被对方锁定的时间 发射红外的导弹的攻击 它会放这些照明弹出来 去诱惑对方的尋标器 然后最后一枝导弹 就忘记去尋回 例如那架战机的引擎 整个尾高热的地方 就打中了这些照明弹 去保障那架战斗机的情况 Flares的用法 可以有很多种 其中一种 放出这些红外线的照明弹 或者别人叫干扰弹 算是拦战其中一个情况 当然这个也很清楚 即是拦战 即是战机拦战其他空中的载体 也好 放这个照明弹 都通常是其中 protocol的一种 但始终我们说到 你去拦战的时候 你要有一个距离 不代表你放这个Flares 就是一个正常的程序 如果你在整个过程中 没有跟着安全距离 都仍然会带来一个很大的风险 所以当时 简放军 在一个很近的距离 不够30米距离 要令到加拿大驾驶员 要立即急降它的距离 去避免 即是被这些Flares 不刻意打中的情况 但是我们刚才也说到 照明弹 即是如果被它打中 其实是一定会有风险的存在 所以当时 加拿大的驾驶员 要立即由900米 这个高度 立即急降到 差不多到60米 距离海面 其实都非常之近 这样才能够避过一劫 避过被照明弹 直接击中机身 甚至击中船翼的情况 但是整个危险的情况 就是 如果照明弹 即是打到船翼的掌里面 虽然掌本身 不是豆腐做的 但其实都比较软身 以及辣下去的时间 很难保 究竟对船翼 产生了什么的物理作用 如果一个不觉意 有大量的照明弹 打中一两块 我们说到船翼的话 很可能会产生断裂 到时 当然对船翼 即时产生影响 就立即聚海也不出奇 又或者被直升机 它的进气度吸收了之后 可能都会对 里面 我们说的引擎 产生问题 令它留住不到 又是有机会 有聚海的情况出现 所以全部这些 都会是一个危险的因素 也会出现 那我们也要说一下 以往有没有说 那些照明弹 是破坏过一些 飞行物的情况出现的 对于事实来一定是有的 尤其是我们说到俄罗斯 他们都很喜欢 去发放照明弹 Flares 去表面上 吓吓对方 但因为 他私货的距离太短 所以令对方 根本是走避不及的 原本放Flares 因为他是非常耀眼 所以如果在远处放的时候 就会令对方明白 现在是一种 威胁力出现 其实他不是主要 去伤害你的 是上了一个 很明眼的情况 让你知道 你已经激怒了方丈 你再走前一步 可能会有其他 提升武力的方式 也是一种警告 但如果这种警告 表面的警告 实质是进行一个 伤害的活动 当然 都不是大家想见到的事情 我们说回 以前试过的 就是 俄罗斯 他在第二次 遇见MQ-9 黑海附近的情况 在敘利亚附近 大家应该记得第一次 我们说说 蘇27曾经碰撞过MQ-9 它的船翼 令到它受损 但最幸运 都能够回到基地去做 第二次 就是用到Flares 这个照明弹 打中了机身 打中了机身之后 令到机身有受损的情况出现 当时俄罗斯 蘇30的战机 又是 飞了去MQ-9 它的头顶 或者稍为前的位置 然后释放照明弹 然后高速离去 很明显 计准的时间 照明弹 就落在MQ-9的机身上 结果受到灼伤 受损 当然对无人机来说 始终没有有人机 即时的反应会这么好 很难作出有效的闪避动动作 当然 空中的机动力也是有限 所以 与今次的直升机的情况 会有点不同 直升机能够即时 作出及时的躲避 这个也是有限于 加拿大的直升机的训练 即是做得相当扎实 所以飞人员能够即时 作出一个 及时的机动躲避 MQ-9没有那么好 当然 幸好也是 材料科学 或者MQ-9 本身都真的硬正 就算受伤 都能够 跟着回到基地 再进行治理 但其实有时 世界上的事情 真的不是每次都那么好 所以我们说 你说用到 战机去发放照明弹 其实风险的情况 是不小的 另外我们会说到 如果万一 照明弹之后 还有其他事情出现 包括直升机和军机 如果真的有 这个测狀的情况出现 例如俄罗斯 用战机困到MQ-9 都已经引起了 大家高度的安全关注 当然我们也说 如果你问中国外交部 他们也会有一个说法 就是说 都是加拿大过来挑衅 过来人家门口搞搞阵 然后就会出事 都是理方责任 大家都常听到 这些情况 但我们不禁 都会问一句 如果真的军机在这个情况出事 那是否中国就完全没有责任 又或者 有时中国都会飞去人家门口 走个转 例如我们说到台北 即附近 我们说到这些禁航区 中线以外 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看到R5、R11、R9、R8 都算是台湾列出的禁航区 但是你也会看到 中国的军机穿越了中线之后 在这些地方 尤其是R11和R9 都是会穿越的 都是挺敏感的区域 如果在这些区域 有册撞出事的时候 那是否台湾又会没有责任呢? 到时外交部的人员又会怎么说呢? 所以逆地而处 每一次有军机撞撞 其实责任都在双方 无论其中一方占据的责任 可能是70%、80%、90%都好 另一方 如何不多不少 都一定会有责任 在这个情况之下 这些冲突 又应该如何处理? 如果交到到军委上面 究竟这些下级官员 你又应该如何 跟军委主席做交代的情况呢? 当然一切我们说到军机如果有冲突等等的情况呢? 我们第一个问题都会问 究竟他们冲突的地方在哪里? 究竟他们冲突的地方 究竟是属于加拿大 即是说领空、领海的地方 还是属于中国的领空或领海 还是根本是一个公海的地方呢? 这件事当然都会影响到 究竟整件事哪个对 哪个不对 所以我们也说过了 就算是有一方不对 刹状或双方都必定会有责任 所以我们首先都要先看看 究竟中国和加拿大的飞机 他们相遇的情况是如何的? 好,那我们先说到 首先今次 我们说加拿大的直升机 因为它是伴随着 当时加拿大一手的护卫艦 我们叫厄泰华豪 所以我们要先去理解 他们的位置在哪里 首先根据CNN的报道 当时加拿大这一手的护卫艦 厄泰华号 其实位置在西沙群岛尔东 大概100英里左右 100英里当然就这样计算 很难计算 我们计算回来 香港的海里大概是86海里左右 如果我们就这样听下去 这首厄泰华号 当然有一个非常安全的距离 绝对是公海的情况 所以按照道理 又不应该出事 但当然今次要说到 直升机 不一定跟厄泰华 在处于一个相同的位置 所以很明显 直升机飞了出去 去做任务 所以我们会观察 飞出去之后有多远 根据CNN的说法 第一次他们产生冲突的地方 大概是34英里 即是西沙群岛 以东的34英里 大概 如果换算海里 即是23海里 23海里 也未算是国际海洋法 中的领空和领海 不过也进入了一个地方 叫秘连区 即是在12海里以外 再或12海里 但也算是一个境界区的情况 所以你又不能够说 加拿大的直升机 踩入了中国的领空和领海 最多可能会接受 中国的军机 或者他们的力量 理论上 适合的武力 或者警告 去驱离这个情况 这是第一次的情况 加拿大也说过 第一次 当然也不是太理想 但也未去到最危险的情况 好了 到第二次遭遇的地方 就再近跌了 第二次是23英里 换回到海里 大概是19海里左右 但其实也未进入到 或者接近到 中国的领空和领海 但是很可能 即是你再踩入的时候 第一次 都已经是一个 比较硬朗的拦截 所以第二次 对中国军机来说 他觉得 是要将武力升级 才能够再将你去驱离 这样的情况 才叫做合适的武力 或者叫做合适的一个措施 去驱离 有效驱离外国的军机 当然整件事 其实焦点一直都在问问题 就是 加拿大这架直升机 做着什么任务 以及它做着什么任务 会辣兴到中国这么紧要 一定要将你窮追猛打 驱逐到一个领域以外的情况 这是挺耐人尋味的事 当然加拿大的说法 就是它当时追踪一艘中国的潜艇 所以当时就有一个任务出来 其实它执行任务的范围 也未踩到中国领海领空的范围 所以它就很不解 中国为什么要做这么危险的举动 去拦截加拿大的直升机 当然 所以按照道理 这架加拿大直升机 理论上就没有即时的风险 但其实 大家想真一点 加拿大这架直升机 其实它做的事 正正就是中国的军方 最为忌諱的问题 就是 中国在附近的潜艇活动 是比加拿大、美国等等的国家 是一举一栋都是严密地监视着的 我们可以这么说 中国现在作为世界第一大的海军 以舰艇数量去计的话 它的潜艇自然 出海的活动都相当频繁 尤其是非常适合南海 是很适合潜艇出动的领域 所以中国无论是柴电潜艇 或者它们的核潜艇 其实在南海的活动 是非常频繁 这个已经引起了各国的注意 尤其是我们说到南海公海 但是中国的核潜艇 除了它们的攻击型核潜艇 例如我们说093、093A之外 也有它们的弹道导弹级潜艇 即是俗称灭国级潜艇094 其实它也开始进行了巡逆活动 亦令世界各国开始担心 就是中国的核潜艇 究竟它的功能和核心的使命是什么 如果不太清楚的时候 都会令大家对这些核潜艇高度报防 我们说回中国尤其是它们的战略级核潜艇 这是094A的潜艇 这个是094A的潜艇 它的威力当然是颇为惊人 我们说到它本身 就可以发射巨浪2或巨浪3 这种核弹 可以攻击到美国本土 当然如果巨浪2 即是早前装备的情况 需要使到大概夏威夷群岛附近 才能够攻击到美国本土 但是现在最新装备据称巨浪3 已经成功试射和成功装备了中国海军 由094改发射的话 其实差不多不需要出去好远 可能在巴士海峡以东的范围 就能够覆盖到美国本土 即是说 其实094现在差不多捉不出户 或者在南海就能够对美国制造到很大的威胁 这也是我们提到的 中国的094潜艇 现在对美国 甚至乎世界各国 它的战略威胁已经成形了 所以国际间经常会留意着 094潜艇究竟去了哪里 以往 我们经常见到094潜艇 多数都是缩在预立海军基地里面 大部分时间都会透过 我们说的Planet Lab也好 或者很多不同的卫星图 一直盯着你会不会在港口 如果你不出现的时候又去了哪里 会不会第一去维修 去了训练等等 但有时真的长期都见不到 在港口拍住的时候 就会开始担心了 原来可能它已经出了去做战略的直班 我们观察其实一直都没有这个问题 但似乎这两年开始多了 094突然间失踪 然后好一段日子都不浮上来 又不知去了哪里 令大家都开始相信 中国的094潜艇 就已经不像以往所说 就纯粹是有和没有的问题 以及究竟是有这个二次报复的力量 还是没有的问题 已经开始环绕如何执行 这个战略报复的力量 即是说他们已经开始训练自己 如何可以任何时候 都在执行这个战略直班的任务 至少有一手 就会在公海里面巡逆 亦大家发现不到它的位置 即是说有什么事的时候 它的二次报复力量会很大 甚至乎 不要说二次报复力量 甚至乎是 它第一次打击的力量 当然它也会具备 当然这个也要跟中国的国策 就是不首先使用核武这个政策 第一,它是否真的会彻底贯切地执行 第二,就是要你对家信不信 这个也是另一个 战略平衡最重要的一个方面 所以既然中国的潜艇 都已经在094都走出来 开始做个战略巡航的直班 随时都会发动到核战 才发制型的可能性的话 所以其他国家 你中国的说话说的 就是坐不住 对不对? 但很老实 其实都不是说坐不住 就是一定会对它 开始进行这个政策和征修 就好像冷战时代 我们说的苏联红军 他们的核潜艇 一样是被美军 吊虚鬼地吊住 你驶出港口 基本上都已经开始进行跟踪这个情况 但是去到今时今日 就是和平时代 是否真的你一驶出港口 就立即要吊虚鬼地跟着你 直到你返回港口 很难说 不过 它对你的潜艇 基本上的认识就少不了了 尤其是说到声闻的问题 如果能够得到这个潜艇的声闻 当然对日后 辨认哪一艘的潜艇 还有它在附近出现的时候 就能够立即辨认到它的位置 然后就令到有军 可以对它随时进行鎖定 攻击等等 所以它是会更好 这个也是 094的潜艇之所以 很担心 就是它的声闻 会被对方发现 如果这样 是会处于一个极度不利的战略位置 所以 为什么如果遇上对方一些反潜征收的任何设备 都要立即驱赶的原因之一 可以不畏言地说 美国和美国的盟友 基本上在南海 他们应该已经有个习惯 就是会随时去找中国潜艇出来 所以为什么 大家见之前我们说 殲-16 遇上了这个P-8A 就相当不客气 立即放出铝箔条 就在它前方 令到P-8A的进气引擎的进气口 就吸收了大量的铝箔条 但幸好 真的引擎硬正感都没事 你又换了其他国家的引擎会怎样呢 完全不堪设想 但anyway 即是 P-8A吸上了这个铝箔条的危险 但对中国军方来计 它觉得 就没什么危险得过 它们的潜艇被发现 然后呢 最后它的特征 被对方一清二楚拿去 那这个直接不是普通 个别的载体的安全 或者他们的军人的安全 直接是国家安全 大家也都清楚了 中国对国家安全是多么重视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大家就能够想象到 为什么中国会不惜一切 甚至乎令你聚机 它都不会手软地攻击 你们所有反潜的装备 当然这个也都说到 就是中国的反潜技术 反过来 就真的没有去到 美国和他们的盟友那么好 这个也是令到中国常常担忧的事情 始终反潜技术不够 捉不到美国、日本、澳洲等盟友的潜艇 而自己的潜艇又经常被人捉到 问题就很大 等于在战场上 你追击不到对方 还被对方的追击手 找到你出来追击回头 好了 暗的东西你搞不定 明的东西更加会被这些追击手打击 所以如果一场战争或者两个部队作战 经常被对方追击得到的话 当然整件事就会很吃虧 死伤的问题很大 甚至战争可能都没办法打得赢的问题 所以为什么 中国的反潜技术一落后了 其实在打海空战上 会显得非常之被动 当然我们也要留意的就是 中国如果真的打起一场战上来 其实有其他地区也是非常之凶险 包括他们的西沙和南沙 随时会有被对方封锁危机出现 首先跟大家分享一个地图 关于中国南海的深度问题 大家发现今次出事的地方 就是西沙和南沙附近 西沙以东的地方 西沙大家还记得这个位置 西沙的情况 其实就是这里 如果大家记得西沙的位置之后 我们就去到刚才水深的图 你发现 在海南岛对落一点 淺蓝色 两缝的地方 西沙群岛 其实你看到 走出一些已经的深海 就是随时 一千米以下 就是那个深海 所以其实是很适合潜艇的进行活动 这个情况 所以你计算西沙以东的位置 是否正正就是潜艇最活跃的地区 亦都在南沙 大家观察到 南沙附近 亦都是一个深海的情况 来的 看回Meter 那些尺 大家也能够看到 所以为什么中国 要经营西沙 中沙 和南沙 其实亦都对中国的潜艇部队 会有一个很大的作用 所以 反过来说 如果 你说美国、加拿大、澳洲、日本等等 他们用很多反潜的资产 去把你的潜艇找到出来的时候 把你们打击之后 其实就很轻松能够 将你的西沙和南沙倒截了 包括用回 美国、日本、澳洲等等 他们的潜艇 去封锁西沙和南沙的海域 然后 基本上 无论你任何的海空支援 其实 制海和制空拳 在这个时候 就会自动的归于 美国、加拿大、日本、澳洲这方面 是绝对有利的 所以另外一个意思 就是说 如果 真是打起仗上来 台海 如果中国准备 对台湾动武 其实如果你给 早一步 被美国和盟友知道的话 其实空险位 已经不在台海的位置 也不在金门、马祖、澎湖这些地方 反而最大的打击机会 会在南海 尤其是中国的弱点 西沙和南沙群岛 当然南沙群岛更加脆弱 就算你说有东风的21 东风26 你都保障不了 我们说在南沙群岛的脆弱性 包括 美国可以出动到特种部队 例如海炮的部队 上去 这些的岛礁上面 去攻占这些的岛礁 特种部队要抢奪 这几个岛礁 所以我们相信的困难不会特别大 再加上美国海军 可能利用到Tommer Hawk 这些导弹进行掩护的话 当然夺取这些岛礁的方式 就更加轻松 就算要我们说重役武器攻击 始终海外岛礁要防御 也非常困难 就算利用战机来说 被对方突然攻击 防区外的武器打击 也十分难防御 也很难持续防御这些海岛 始终南沙岛礁 西沙的距离也是比较远的情况 当然南沙是一个问题 但就算西沙岛礁 看上去和中国的南部战区比较近 也只有海南岛内 例如殲-11的部队 比较快速能够做到支援 当然你也可以说 中国陆机内的导弹和战机 都可以去到西沙库援 但通常都会太迟的情况 可能会被美国和其他盟国用 大量的精确导弹 巡航导弹等等 将他们打击 所以到时来到 可能已经是废墟一堆的情况 可能会令到中国 骤然失去南海所有的依靠 包括西沙和南沙的主权 在这个情况下 海南岛会显得相当被动 孤掌难名 尤其是南海艦队 位处于于林海军基地 立即成为突然第一线的部队 立即会面对着 美国和他们盟友的海军的拦截 尤其是当时将于林海军基地即时封锁 在这个情况下 就算南海艦队有多少支撑 都无法出港 所以如果你要再对台湾进行海上封锁 例如我们说到 003山东号 很可能他们到时都会 属于南海艦队的布置 根本就出不了港 如何可以做到 用航空母船或者水底潜艇 封锁台湾这个战略呢? 所以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事实和后果 都真的令人捏一把汗 最后这个说话 其实我想说给一些外国知事 或者可能有时大家归类为粉红的人 其实我绝对台湾 无歧视中国大陆等等的情况 相反 有时我是有一个叫做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意识 什么意思呢? 有些迟 美国的自负经常性都会说 美国海军有多不够 中国海军和空军发展有多强劲 对我们构成有多大的威胁 等等的意识 其实都是一个叫做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意识 意思就是说 永远都要看高你的敌人 看低自己人 原因很简单 打仗的时候 什么情况都会发生 可能自己人会觉得自己很厉害 但有些位置 如果你不预算最差的情况 它往往会发生 我们说Murphy's Law 是会发生的 你以为往往对方发挥不到最好的情况 在Murphy's Law的情况 可能对方又会有一个很强的情况 会做到出来去打击你 所以往往要用别人最好 和用自己最差的情况去量度 都能够抵养对方的攻击 甚至乎你想攻台也好 在不同的方案之下 在最差的情况 你都能够佔领到台湾 才真正令到你是安乐的情况 这个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 这件事情 当然也是一个很高的情绪 不是人人都能够有这件事情 但我也希望外国知识 不要忘记这种意识 尤其是如何鞭策自己国家的进步 以及要留意对家技术的进步 以及如何应对 以及国际形势等等 要再多看一些东西 才能让自己的视野 去到国际级 最重要是比较贴近事实的真相 好,这一节 即是我们说到 加拿大的直升机 被中国的殲11篮截 其实本身 我个人都觉得 新闻不是很重要的 但很明显 其实中间是牵涉到的 就是我们说 美国的盟友 已经去到加拿大都出动军舰 其实主要明显 除了去台湾 进行自由航行的演示 支持台湾之外 已经对中国在台海、南海附近 出现的海上和海下活动 进行这个境界 尤其是我们说到海下活动 往往是所有活动的第一步 先要用潜艇清空的区域 才能让水面的舰艇 在一个安全的范围航行 一天做不到这件事 一天就没办法 派动到海军的大军 进行制海活动 所以都很明显 加拿大的出动 其实也是警告中国 其实真的 朋友的东西越来越少 即越来越多 外国的势力 干扰海下的力量 这个真的是令人担忧的事情 所以这个表面的冲突 不是纯粹只是军机冲突 这麽简单 已经牵涉到水底的战力 中国出现了一个问题 需要火速去做一个正事 只是驱赶是没用的 一定要在水底部队的战力提升 要更加把劲去做才行 好,那我们这一节 真是来到这里 大家也可以多多支持我们本台 包括大家可以在这个左下角 看到这个转数快 或者Payme的code 可以scan 10-8元支持我们 当然也是相当欢迎的 另外大家也考虑 助养我们的Patreon 助养我们的君武老虎 我们上面的专业篇章 等待大家 我们经常都说 You are what you read 你平时看什么文章 其实你的人的修痫 修痒修痒都去到哪个境界 所以我们特别提供更多的 专家分析的文章 恭候大家 所以大家都可以用 只能涵茶价钱 可以提升自己 好,我是你的节目主持Larry 我们在其他世界防卫消息 以及乌克兰 以色列战报 再和大家再见 拜拜